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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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兰显得非常瘦小 但再看整体就觉得隐隐透着霸气给造型师家击腿到了那场 秦兰又换了身衣服这个裙子怎么形容呢 镂空 半透 木耳边 碎花 如果说红毯上秦兰的公主造型 是个大家闺秀 那内场里的这身粉红碎花裙 就是小家避孕了趁细致 轮到秦兰上台领奖镜头 给个全身裙摆妥妥贴贴地拖在地板上 时尚缺的小仙女都知道 这个道理看不见讲的裙边反而显腿长 不过这样的裙子走起路来 还是需要提一下裙摆的下台的时候 秦兰和蛇诗曼这对好姐妹相互搀扶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在感叹 言喜功虑 这套演员感情真好 结果镜头拉下来一看两个人的鞋跟简直的 动途更明显蛇诗曼很有自信 大戏跟汗天高目测十厘米还有 而且鞋跟聚系无比像是要把后脚跟戳破 秦兰比较稳妥选择了粗一些的鞋跟 但是你看这个防水台 足足有四片吐司叠起来那么厚鞋跟 就更不用说 即便是他这样捞起裙摆 依然看不到鞋跟的尽头 太敢穿了网友说 秦兰这个鞋跟足足有二十五厘米 我顺手查了一下秦兰的官方身高 一米六十五 那穿上这个高跟鞋 岂不是有一米九测试 要和姚明同台吗 甚至还有人说 这哪里是高跟鞋的高跟 根本就是高敲